有些話太難聽那個真的 我老公不是特別會講難聽的話 但他那一次 我覺得他騙我 就是 你知道像我們回家就是 我老公要上班嘛 所以他很晚回來 那有時候他回來的時候 可能剛好八點 我要帶小孩洗澡了 所以有時候餐桌還沒收對不對 那我就必須要先收一下再去 那天他就覺得說太晚了 老婆你先把小孩哄上去睡 我會收乾淨 絕對不會讓你擔心的 我說你確定喔 會會會我全部都要洗完 然後結果呢 我就把小孩就是洗完澡 紅睡完 然後半夜大概十二點下來的時候 我就傻眼了 因為整個洗手台堆得滿滿滿的 他真的把桌子收得很乾淨 但是就是把桌上所有的東西 都放洗澡了 對不對 就原來沒有給我丟 然後我就傻眼 那還好因為冬天 所以比較不會臭 可是你知道夏天的時候 真的都會臭到你覺得噁心 隔天我就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要騙我 我說沒有 我的確有收 你看桌上多乾淨 我說洗手台很髒 然後我怎麼就 他說對啊 因為我想說 你看嘛 如果我把事情都做完 那你要做什麼 你看 好會講喔 那我其實我也不太會跟他 爭論 因為我覺得老公應該要鼓勵他 他才會願意做 像一開始他幫忙 小玲說天啊 寶寶你好厲害喔 就用浮誇的語氣誇他 很棒 其實男生他分不太出來 你是浮誇還是真心誇張 就是他只會覺得說 他有被肯定 被誇獎 而且我覺得他的語氣還滿妙 因為像我 我一定會講說 你昨天不是說要洗 為什麼沒洗 他很可愛 他直接問說 你為什麼要騙我 對 就是先裝一下可憐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發生什麼事了 沒有 我有啊 我做了 然後我就說 可是你只做一半 很可愛 然後他就 就是我覺得盡量不要把他 他是一語雙關啦 他想要一問這句話看 你套去不要 對不起我 昨天半夜這個漫 你怎麼要出去一遍 他是妞妞半夜 看起他的良知有沒有 傻了對不對 對 小瑋瑩咧 那一天的情形是這樣的 就是大兒子是奶奶在帶的這樣子 然後奶奶就住苗栗 然後我們就把他帶上來 然後週末跟我們一起過夜這樣子 因為去年就是老婆剛生弟弟 糾雞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分房睡 那我就跟哥哥 然後他就是又在那邊扮醜 然後在那邊笑得很誇張 然後笑不停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又在喝奶奶 邊笑邊喝奶奶 然後可能那一天吃得比較飽 所以他一笑就開始作餓 對 然後第二下之後 就把所有晚上吃的東西 全部都吐出來 噴泉式的 對 然後噴著我床單 然後 我全身的衣服 全部都是他的嘔吐物 對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有點潔癖嘛 所以當下我就 理智斷線了 我說你幹什麼 為什麼這樣玩笑 笑得 你看全部 吐了全部到處都是的這樣子 然後稍微吼了他一下 就大哭 對 然後媽媽就聽到哭聲了 然後叫小青蛙過來說 來 小寶貝來喔 媽媽幫你換衣服 不要理爸爸 對啊 然後我們去睡覺 來 你跟媽媽一起睡 然後我只好默默的一個人 清理那些嘔吐物 然後事後他還跟他的 就是媽媽講說 我把... 我不會照顧小孩 那到底是怎麼搞的 把小孩弄吐了 然後還吼他 然後讓他很傷心 可是像這種狀況 我們都知道不要用謾罵的方式 或指責方式 那有沒有那些鼓勵 鼓勵或是安慰的方式 讓另外一半 對這個家庭的付出 比較有信心一點點的方式 還是一樣 就是三明治說話術是最好的 像剛剛不管欣儀講的 或小穎講的 都是如果另外一半先說 謝謝你幫我把碗收到廚房 雖然沒洗 但是先謝謝 那後面你就可以加 說那我可能 希望你未來再多幫什麼忙 我想也不是說 今天教大家就是不分是非 好像說自己另外一半做的 都是對的 我都不能打他的臉 只是說 先表達我是站在你這兒的 那對方被有歸屬感之後 你才有機會跟他說 其實我覺得 你有些事情可以改變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調查一下下 如果說你得不到 另外一半的安慰的話 你會怎麼樣自我安慰 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就是你在另外一半那邊 沒有辦法解套 有沒有什麼自我調節的方法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充足 那我們什麼方法 可以自我安慰 請翻版 小兵你家出早 阿布養魚 你們兩個 一個種早梅 一個養魚 你們才是 你們好棒喔 但是有一個好弱喔 你怎麼會弱成這樣子 寫題或寫藝書 然後再失碎 你知道嗎 我一定... 等一下...我先問一下 寫完有給老公看嗎 沒有 你就自己寫自己詩 你真的好弱喔 我承認我已經弱到 就是我每次打電話 跟那個Grace抱怨說 我跟你說 我跟我老公吵架 他說吵架 你哪有膽子跟你老公吵架 明天就是你被罵 你怎麼會這麼弱 所以你家裡很多 禮婚協議書 對啊 死掉了 一次就一個一百份 五百一千張有沒有 那你會幾張給湘涵呢 假的假蛋 我寄十張給你 你需要好不好 這種東西 在網路上抓就贏了 也是... 他已經下載好了 下載好了 各種版本 就有時候你想跟老公討拍 討不到 我老公就是在外面是老闆 就回家講話也是一樣是老闆 你想跟他說心事 根本是就是沒有用 所以如果每次有什麼不爽 我就是印那個離婚協議書 然後上面就寫滿我所有的 XXX想要說的話 不開心 不爽的 什麼都寫上去 然後再開始一把這樣撕碎 撕碎之後就覺得 整個人心情都舒暢了 對 不覺得這個很不錯 我覺得好方法 對啊 對不對 也沒有傷害到任何人 對啊 開始抒發 對不對 就浪費了只不環保就是了 對不對 學我比較環保 比較健康的方式 好不好 離家出走也比較好 不是 你知道因為 雖然這個香涵在這邊 還有櫃節目 一直在詆毀我 好像我是一個很難相處人 但其實我很不喜歡跟人家吵架 我不喜歡跟人家發生爭執的 所以只不過稍微這個言語來去 所以如果跟香涵有一點點 真的快要吵起來 我真的快受不了 我就會 自己換上我的球鞋 然後換上我的這個運動的衣服 然後我就會去 最近台北 最近的四壽山 我就去四壽山 這樣走上走下 爬個好幾圈 然後在上面的涼亭 椅子上坐一坐 吹吹風 然後思考一下 然後等到晚一點的時間 太陽快下山的時候 然後再來下山回家 然後再回家 然後看看 他會不會 因此跟我道歉這樣 等待他有什麼 等待他有一個比較好的回應 你錯了 他在家自己帶小孩 帶了這麼久 你回去我看你也是遭殃 而且我還想說 他講我前輩其實真的很得分 就離開現場 因為我好像有這樣 有時候其實狀況 就是離開現場 非常好 他最後一點是回家 看看他會不會公開 就跟他有沒有想清楚啊 而且你確定傷害 我發現你有出走嗎 這我不知道 但是我起碼我可以 奪得這個約略的瓶頸 對啦 這倒是 之後離開現場 這是很健康 對啦 很好 不過像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有時候 我們好生爸爸媽媽 想要一些討拍 或是給爆 或一些呼呼的藝術 怎麼樣可以做到 然後讓我們這次婚姻 可以更幸福一點點 大概有三個字 三個詞 小兵 當對方已經要跟你討拍了 你真的一定要放下手機 然後第二個就是 再怎麼不甘願 你也要寒清漫漫的看著他 然後 眼神空洞沒關係 至少要看著他 怎麼眼神空洞 用寒清漫的你教我 教君子在後面的牆上這樣 千天兩滴也要水 對... 那第三個當然也是 你眼神空洞這樣看著 對方就會看出 你沒有再仔細聽 所以你一定要聽他的話 以前我們在精神科 那聽精神病患訴苦的時候 我們有一大絕招 讓他覺得我們醫生有在聽 就是一直接他的尾音 老公 我真的覺得 今天好累喔 真的很累耶 我真的好辛苦 而且我現在肚子好餓 真的很餓耶 那我們等一下去吃什麼呢 那我們就一起吃吧 老公 你到底有沒有 在聽我講話啊 你覺得呢 就是接尾音 他的名字 沒有 他不能接 如果沒有這個 但盡量讓 你接尾音他就覺得 好像有被同意到 那淘淘不絕一直講 那心裡就得到舒坦 不過其實今天聊那麼多 我發現其實不論男生也是女生 其實在家庭方面 都有很多需要對方呼呼 跟抱抱的時候 有時候呢 我們就真的是放下手機 憨清默默 然後看看對方 然後誠實以大 有時候呢 其實我覺得有轉個方法 就像剛剛欣妮講的 對不對 謝謝大家 大家的謝謝 謝謝 記得上寶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拜拜 黃醫師 我昨天看到一個畫面 其實我心有戚戚 我看到一個很年輕的媽媽 然後懷裡頭背了一個 大約五六個月的小孩 然後後面跟了一個 三四歲的小男孩 然後這個小孩就在哭 然後她手不小心碰到媽媽 媽媽就把她手撥開 然後媽媽手上還另外 拉著一個菜籃要去買菜 我其實是很心疼的 因為我知道她有多辛苦 對 那我知道媽媽在帶小孩 這個過程中 一定有很多開心跟不開心 那怎麼樣在這過程中 建立自信 通常我們都會一直著重 在那個不開心的事情 而且會一直 腦袋一直往裡面鑽 是 所以我們要教媽媽怎麼樣 從忙碌疲憊的生活當中 找到力量 要抓緊那個 有令你開心溫暖的時光 譬如說雖然今天一整天 小孩子都很皮 但是晚上她突然跟你說 媽媽我愛你 機會來了 第一件事情是 這個是一個讓我很溫暖 開心的事 好 那我應該是個好媽媽 但是不能停在這兒 第二個你就要告訴自己 問自己說 你如果不努力 她一定不會說她愛你的 對不對 沒錯 所以你的努力你就想一想 因為我現在每天都花很多時間 在陪著她 所以我就是她的天 所以她說她愛我 可是如果停在這兒 不要 還不夠用 因為有可能下次 還是陪著她一整天 然後最後一天 她跟你說媽媽走開 對不對 所以第三個你就要告訴你說 我這個努力 背後代表了我 什麼樣的特質 我以前不曉得 原來我是一個 這麼耐操的人 我以前不曉得 我是一個這麼有創意的人 其實在那個 第三個過程當中 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的價值 建立起來 不管我孩子以後 會不會說愛我 會不會說討厭我 我都知道我是一個 有耐心的媽媽 我都知道我是一個 堅忍不拔的媽媽 我都知道我是一個 體力很不錯的媽媽 我也知道我有一個 很愛我的老公 感情很好的家庭的一個媽媽 這樣的話 那一個意念 進到你的腦袋 可以撐很長一段時間 讓你成為一個有自信的母親 加油 會看到很多不一樣的自己 對